炎炎夏日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 别人都穿的性感无比 而你只能 坦坦邦邦 你是否还有这样的感受 每次去内衣店买内衣的时候 导购都会默默的拿出一条 A照备的内衣给你 你是否还有这样的感受 眼睛太小了 我觉得我尾部很深 我不想和男人看你来的 大胸 我想要大胸 想要大胸还是自己去龙胸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全聖 今天让我们做一期假体龙胸测评 然后在我面前就一二三四五六堂位 交总价值高达百万元人民币 我是全聖 我不配中聖 那么其实看起来这些假体都差不多 然后今天我们的测评可能会比较全面一些 会从一个假体的多方面的维度来测评 重力测试 手感测试 变形测试 角度测试 透光测试 高温测试 啊 内容提要 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完全程 可以跳着看哟 那么众所周知呢 就是不同的假体 它的那个规格都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就先拿一个最小的和最大的 这个小的呢 大概是有260cc 然后这个是最大的 最大的是325cc 就是刚好是一个光面的一个毛面的 就很多人会担心说 假体会不会太重了 就是植入到我们的体内会有点凶下垂的感觉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担心 它其实很轻 嘿 诶 打扰了 其实它它还没有苹果那么重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我觉得这个形状比较适合我吧 因为我的胸如果这个就太唐突了 所以就是说不用担心它 假体有那种下垂的感觉 很轻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手感测试环节 然后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的 自身刷胸师 然后因为它不同的假体 它的整个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让我们刷胸师来刷一刷 看看 它刷完之后就是 男和女的刷其实感觉不是很一样 感受一下 请发 这个它就是一个光面的一个假体 这个我刚接触这个手感 它是有点偏硬的 然后感觉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和真实手感有一些 虚伪有些差觉 咱们感受一下下一个 这个吧 这个是最贵的 最贵 你说这句话就给了它一些 加持对 这个感觉怎么样 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感觉吗 这个接近一些80%吧 和真实手感差不多 但是因为它外面是有绒面的 所以就感觉还是有点奇怪 它其实这个应该是很贴的那种 少女的酥酥的感觉 对手感很接近80% 它是比较小的 这个软硬在它们俩中间的范围 这个是偏很软的 这个是有一些支撑感 这个就它们俩中间一个位置 就是 其实手感方面和它是 差不多比它更软一些 因为那个好像会有点小 对 太小了 太小了无法做评价 这个 这个 看看这个笑容 我不想 太消息了 这个很过瘾 然后给你感觉 这个是里面手感最好的一个 因为它大嘛 对 但是它这个很平啊 就没有这种凹凸感 我觉得这个其实摸起来手感很好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直男吧 sorry 直男眼中大 就是最好的 对 因为可能它也是光面的原因 所以 对 可能就是因为光面和毛面 它最大的差别 就是光面摸起来 它其实没有那种 毛面的那种 好像有点雾的感觉 对 而且这两款光面 这个要稍微 没那个舒服一点 这个感觉要厚一点 舒服还是这个大嘛 对 舒服 大就是最好的 好 最后我们的自身乳熊师 给出来的鉴定就是 大就是最好的 就可能这边要大一些 这边要小一些 但是摸起来 啊 真的好爽 就是真的很舒服 我觉得我觉得是和真的胸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过手术的方式 放到我的那个胸打肌的后面 但是现在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就 啊 好软啊 就是想奋力的刷它 好大的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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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一个假体的变形测试 我们就挑一个 呃 真正在这里面最贵的这个 这个是奥多拉 就是可能在 普通地区吧 这个大概是8万到1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一对哟 然后就是还有很多人会问就是说 呃 这个假体会不会说被捏爆啊 捏碎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们的男朋友 他的手力度很大 会不会就是说把他捏爆 但其实并不会 他这个程中量就是比如说什么卡车去碾他 或者是不用讲去踩他去拍他 他都不会都不会爆了 这个是官方认证的 大家就是会顾虑到他的这个 这个形状的问题嘛 然后就请我们的 捏胸师来给大家做一个 比较有公信力的一个测试 好 那我们就从假体的角度 然后来给大家说一下 做一个这个测试 然后我们现在没有拿到那个水滴型的假体 就用圆形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现在的假体 它不会像以前那样 呃 它就是做完之后 它会固定 不会随着人体的这个自然的运动而流动 但是它现在的假体就是 比如说你站着啊 躺着啊 或者是蹦啊 跳啊 这种假体都会随着你的身体的律动而变化的 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我会不会躺下 或者是站起来都是一个形状 就会看起来很假的一种 完全不过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假体的透光性问题 就是正常其实我们用那个手电筒 照我们的这个手啊 皮肤什么 它也是会透光的 你看它其实它也是会 也是会透光的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就不要把它夸大化 其实现在假体我觉得 去做的挺好的 很自然 尤其是摸起来 呵呵呵呵呵呵呵 OK 那最后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假体的高温测试 那其实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假体的耐高温情况呢 之前有人问过说 做完龙胸 可不可以去泡温泉 那正常其实我们那个 那个泡温泉的水温大概也就是在40度到70度左右 而且这个假体呢 它是放在我们的胸大气的后面 就即使你感觉到它的温度可能会高一些的话 你自己也会从那个温泉池里面走出来 不会在里面死泡对吧 所以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假体耐高温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假体龙胸测评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 那么我们先来问一下 就是我们的 四身瓦胸师 他今天瓦了这么多胸之后 有什么感受呢 非常爽 呵呵 喜欢吗 爱了吗 很开心 如果是女方想龙胸的话 你会不会同意他去做 会啊 但是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需求 你有没有这个需求呢 我没有 呵呵呵 其实胸大胸小 这个还是要看自己个人的喜好和意愿 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的胸小 可能会很自卑的话 就会来做一个假体龙胸 但是我们的出动都是为了变美 所以大家在选择 医院和医生的基础上 一定要去找良心的医生良心的医院 我们要安全第一啊 姐妹们安全第一 那么本期我们的胡桃测评呢 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 拜拜啦 下一期你们还想看什么测评的话 可以在私心处跟我们说哟 拜拜